我去 这也太惨了吧 今天杀到了一个这样的视频 上来他就说他要退回来 我还纳闷怎么回事呢 原来有人借着服品的名义 欺骗了他 打的仓库给清空了 所以大家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账号 不然就会像他一样 但他背我看到了 散我走音 就没有我蓝某人服不了的拼 虽然存款只有一万六了 但是 但是这 这实在没法打 那就只能用我的号开图一 给他整了两件五级的 路上还有俩呱唧的 莫非他帮里有东西 也是来送队友张牌的 那就正好试试 有多少钱才能锤屎烂胖子 有没有数学课代表 记得帮我数一下 波罗个圈 这没把别人锤屎之前 锤屎自己先累死了 给他的两套五级的两码改命 出来直接开三坨 先赚点存款再说 提前出圈 不多逼一笔 直奔地铁口 虽然过来的有点晚 反正是成功赶上了地铁 巧年轻人 没赶上地铁 你跑过来不就行了 这么暴躁 给他点颜色 这把鸭墙差点把我五后子弯给帮露了 先去前半岩体后不然要尬 让我看一下他在哪 箱头非常残 再扫一缩子 那一撒估计是个飘仔 这把鸭不止当铁 直接去赚大刀 弯道还行 整了三蓝一斤 去图书馆看看 看到没 小马猴在二楼角落 这就说明楼顶有人顿 先送他个雷 留言了 趁机先进去 既然他在楼顶上帮我吸引小马猴 那我就先把一楼的箱子给开了 他这还是挺蓝的 又整了一斤两蓝 既然他在楼顶都不急 那我更不急 跳舞 这一下头 啊 气得跳起来啦 没往我这边来 往前跑啦 追 嗯 搁这蹲啥呢 行了 剩下的就交给我啦 这把一般般吧 整个187打不了 目前存款185 再来 这把复活的幽贼远 继续直奔地铁口 黑市乡签已经被买 下地铁时候先卡一下视角 哎 有个飘仔 往平台那边去了 平台又下去一个撕套 他俩应该会打起来 趁机赶紧下去 嗯 有人要过来 直接踢前枪 踢得有点早啦 又让他给跑了 好 家伙 刚才他俩没打起来 现在他被那个飘仔给喷了 在这儿先等会儿 过来啦 拜拜 嗨 估计又是骗局 我丢儿 惊着没呀 不错不错 弯道的车被藏了 说明不上去还没人去 开箱子去 好东西应该都在这儿 小马虎一打直接去开箱 小马虎一打直接去开箱 尿的 一根筋都没 不过这把和上把差不多 上把187 这18W 目前存款已经330W了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下期见 拜拜